你們有沒有看過新聞 說地溝油事件影響到很多餐廳 有 例如麵包補 我看到政府推出的檔案之後 很多很多餐廳都是我平時有吃過的 很嚴重 有點驚訝 因為現在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受污染 我們有環境污染 有輻射的污染 現在連我們的食物都不知道 從何時開始吃到身體裡 那會不會有重金屬或毒素呢? 我的答案就是一定會有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平時吃的加工食品有防腐劑 我們買回來自己煮的食物都應該會有溶藥等等 所以這些問題通通都會令到我們健康受到影響 甚至乎是令到我們有長期病患的機會 近來我們看到哥倫比亞大學在美國 公共衛生學院找到一個研究報告 他們自己的研究 就說有95%的癌症病人 他們的起因都是由環境和食物裡的毒素而引起的 可想而知是否很大 這個比例 另外就找到世界衛生組織都指出肥冠症 即是過肥的人或者黏肥的人 和癌症呢 這兩樣東西都是跟毒素織在身體有關的 是有直接的相關性的 其實我們身體是怎樣處理毒素的呢 你們有沒有聽過毒素是儲存在脂肪組織裡面 有 有些人有 其實我們的脂肪組織是代謝率比較低的一個身體組織 身體會利用代謝率低的脂肪組織 來隔離一些對身體有害的東西 所以脂肪是幫我們做一個防火牆的功能 去隔離一些毒素隔離一些重金屬 不要讓他們那麼近我們的血液 心臟和肌肉組織的 不會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功能 但是如果我們身體裡面是比較多的毒素 比較多的重金屬的話會怎樣 其實就算一個很瘦的人 他都可能慢慢要有多些水分 脂肪細胞在身體裡做這個防火牆 變相水腫或者肥胖症 都是和過多的毒素有關 而令到我們肥了 令到我們慢慢有水腫 因為要用水和脂肪來稀釋回 在血液裡面有的毒素 下面的橙色也有提到 如果我們可以減低毒素的積聚的話 就可以保護到我們身體的細胞 還可以有效提升我們能量的產生 和新陳代謝的率 重金屬 這裡就提了一個例子 你們有沒有補牙 各位有 有 以前補牙不是白色是銀色的 原來那些是水銀 也是叫做控 水銀是一種有致命危機的毒素 甚至可以影響到我們的DNA 遺傳基因 已經知道研究報告指出 是和自閉症、癌症、心臟疾病、老人癡癌 行為或者神經混亂有關 所以其實在美國的食物和藥物管理局 FDA 就在2008年已經宣佈了 水銀補牙這個合金是會嚴重破壞老神經 是一個嚴重破壞老神經的毒素 那究竟水銀除了在我們補牙裏面有之外 還有些什麼呢 在未看食物裏面之前 我們都看一看 如果一個身體積聚過多的毒素的話 究竟會有些什麼其他的症狀會出現呢 就例如有欠之障礙 現在越來越多小朋友會有這個問題 情緒的變化 可以有抑鬱症或者焦慮症的人 或者神經系統有毛病 或者自己攻打自己 免疫系統變了有問題 可能過問了 對食物有些問題 明明吃麵包吃麵的都會有問題 以後不能吃了 或者我明明吃果仁的蛋的 現在都不能吃了 就是因為自己攻打自己過問了 還有哮喘 水腫 生殖系統有問題 現在都有越來越多人是不育的了 無論是男性女性都好 都需要看醫生 還有呢 我們有研究指出 這個小朋友剛出生的嬰兒 她的池帶和媽媽的血液連繫的地方 都已經發現了很多毒素了 即是媽媽都會帶到毒素給小朋友 那食物上又怎樣呢 原來2009年在美國又有做了一個食物的測試 原來有一個食物的成份 就叫做高玉米糖漿 中文就是高玉米糖漿 這個成份通常是在一些加工的食物 飲品、固體食品裡面的 大家都有機會已經吃了 那這些食物例如是什麼呢 是汽水、可樂的那些 還有一盒盒的早餐 穀物早餐 英文是Dry Cereal 很多餅乾、曲奇餅、糖果、茄汁 甚至是一堆堆的茄汁 其他的加工食物都會有高玉米糖漿的 就告訴你原來在這個成份裡面 是有水、鈴的出現的 已經檢查了 所以我們食物上很難可以避免到 或者之前已經吃了 已經積聚在身體裡面 剛才有講地溝 都不知道吃了多久 對吧 還有哦 從小到大有沒有用膠瓶來飲飲飲飲 steam 有 已经积聚了身体不知多久 应该有二十多年